烧就是坐牢的人才有权力发的烧嘛 所以对一个溺水的人要怎么求生 社会多一点包容 也许他本人可能会给社会负面的影响和教育 我想这是他要思考的 不是社会回应的部分 贪腐就是反正就是侵犯人权 我觉得陈瑞本先生我还是比较希望他真的要认错 然后向人民道歉 然后把不当得的金钱拿回来 我想这对他才是价版 才是好的应有的态度 蔡伟 所以阿扁今天打石膏做人理器满腹牢骚 人家生命者说发牢骚是应该的 可是他一直在建议把钱汇回来 你看我们刚四通call in 四个观众朋友都说赶快把钱汇回来 施敏德先生讲的当然不是一个很精准的语言 认错 认错没有意义 为什么 现在审理当中就是要认罪 认罪才有法律上的意义 诉讼上的意义 所谓的道歉 那也要等到你认罪以后 你那个道歉才会发生所谓的这种司法的效果 那还钱是很具体的行动 说对我所认的罪 那么我道的歉有实质意义 就是把海外这些贪污不当的所得 不法的所得会回来 让你的洗钱的这罪名能够比较舒缓一点 那至于说 他的现在所谓卡到的罪 国务基护会农坛购地案洗钱 大概都这几项嘛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只要对这个检察官 特征组检察官起诉了所有的市政里面 你没有办法辩驳的部分 统统认罪 那接下来的台湾人民我听说 那台湾人的心不是铁牌的嘛 对吧 对这个说你认罪的人 总是多多沙沙会比较宽容一点嘛 对一个说要你悔过把钱会回来 总是会比较宽容嘛 那没什么感觉心怒 复得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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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结果差差不够不够 那意义不大嘛 对啊 不过陈泉扁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要全会回来 会多少回来再够 全会多少 东南主要多少钱 会多少钱回来啊 那他如果会十亿你觉得够不够 当然不够啊 要会摇曳你也讲了三百亿嘛 如果没有三百亿 要去抢三百亿会回来吗 所以他就面临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光特征组查到了 你会回来 人家会觉得说 特征组没有查清楚 所以陈泉扁现在就 他如果坦诚说我到底有多少钱 包括正当所得好了 不要说不正当所得 包括正当所得 陈泉扁说我有五十亿在海外 我通通会回来 你不要关我 大家会满意吗 也不会嘛 认为说五十亿 二八法则里面 他还有多少在外面 对啊 所以这个就 面临这个问题嘛 不过坦白讲啊 就是说台湾人民的心 真的是很善良的 我们不要讲说挺绿 就算是挺蓝的 甚至深蓝的选民跟政治人物 也没有人希望去政治追杀 或者是打压迫害陈水扁一家人的 没有人想要看到这样的事情 我说政治人物 我能不犯错最好 但当你犯错或者是犯罪的时候 犯错犯罪后的态度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社会很重要的一个教育 而且你的态度又影响到了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今天陈水扁的很多的作为 我想大家一直都在呼吁他 就一直没有办法看懂 他把他自己的路走绝了 把他的路走死了 如果他没有办法选择认罪 选择道歉 选择做一些具体的动作 你叫台湾的人民去怎么原谅他 或者是你叫后续的 如果你还期待有政治解决 这样的政治解决怎么可能会成型跟发动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纷扰 都是陈水扁自己 以他自己为核心发动出来的 如果仔细想一想过去这一年来 有很多动作他如果没有做的话 也许我们空气节目可以讨论很多别的问题 跟他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他如果少做一点政治操作 也许今天的纷扰会少掉很多 问题都是从自己来的 他如果没有办法认清楚这一点 你说要台湾社会宽容 要大家包容 要原谅他 真的很难 诶 谢了 世明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讲话了 他今天也是以重心肠跟你讲啊 你认罪嘛 对不对 然后该会的钱就会回来 多少这个不见得完全是钱的问题啊 你态度嘛 很清楚嘛 跟大家交代啊 这个世明德如果推测的话 多少有点帮陈子忠讲话的意思 什么意思 因为他跟月大会很好 那也没错嘛 你如果不敢说认错或是认罪啦 道歉 把钱会回来 第一个救到就是陈子忠嘛 不是吗 对不对 这个做 不过你跟刚刚逸宏是说 啊多少啦 现有已知的金额会回来 就救得到儿子 虽然不见得救得到吴淑貞跟陈水扁 至少儿子救得到吧 这个合理吧 那总是先救儿子啊 不然就是要怎么样 那现在他的行为是把儿子拉下水 这个当然你说吴淑貞看了 不会觉得说这个阿扁我没三百里 怎么会这样 但是现在更叫的不算嘛 现在你就是说刚刚乃津特别切入那个角度 就是说现在啊 已经搞到最后大家都已经入戏了 大家已经入戏了 阿扁现在如果啊撤退啊 那这些人真的是不晓得自己能不能连往哪里摆啊 里外都不是人啊 那这些人过去一直在对抗 一直在认为这是一场圣战 这个阿扁这一场 这一下这是什么我哥啊 就是人生的目的都不见了 所以你看他们这么紧张 出口如此的这个粗暴 然后怎么样的啊 都是怕善事嘛 怕耍火嘛 怕说有天阿扁就等于 放手 那要怎么样 所以这个变成是说这很多人挤进去他家里头 去参与这一场家庭里头的大辩论你知道吗 这Family Feud 这完全很紧张的 就是说一方面是党的家变 一方面呢又是陈水扁家里头的事情 他已经都伸手进去了 去干扰 你看那一天那个第一次签名的时候 诺贝尔奖的签名啊 这个李远哲那签名的时候 指责谁 阿扁有错的话 管不住自己家人 你看那个话的意思是什么 告诉阿扁说 切割啊 你的家人之间的问题啊 你要搞清楚啊 绝对你不能 不能这时候你自己浪贯 不能跑掉 所以不能不只不能欠贿回来 这对陈水扁来说 他简直是每天 棋子是脚痛啊 他头痛啊 头痛的要命啊 对的确是喔 因为宪宏和钟晋兄都很了解民进党 以及他们独派人士的这个想法 所以他刚才讲到说这个施贤主席他提到说 陈水扁认错认错这个部分 他觉得他是在为陈中讲话 我觉得这个关键是有的 因为无论如何 包括施明德在内 他们对于民进党 对于陈水扁对于独派的人 他们是有情感的 可是他们对于陈水扁的这个案子 搞到独派的人现在整个被陈水扁绑起来 而且陷入到那个贪腐的泥闹里面 没办法拔出来 他现在独派必须去说服自己 我今天挺陈水扁 是挺一个坚持台湾主体意识的陈水扁 而不是挺一个贪腐的陈水扁 这点他们在情感上面 他们对自己都很难交代 所以他们只好盲目的去相信说 陈水扁是被政治追杀 被政治积压 那我觉得从施明德的立场来讲的话 他们曾经对于陈水扁 对于独派有这么深的感情的时候 看到现在大家都在这个深渊里面 拔不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心情是很 是很悲 是很悲凉的啦 是很悲凉的 所以你陈水扁今天 如果你自己能够先跳出来 你去认罪 去道歉 然后去把钱汇回来的话 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讲 才是真的另外一个重新救赎的开始 更关键是说 救他儿子 救他儿子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是施明德他个人的一个 可能是长辈的一个想法 可是问题是说 施明德他们已经看到这一点了 就是陈水扁你自己不认罪 不把你那个贪腐的那个部分呢 贪污的这个部分来认罪的话 其实独派会跟你一起走到一个很黑暗的地域里面去 可是独派自己没有看清楚啊 胡大哥听过 他们还在那个地域里面 帮陈水扁打一场 这不可能的一个战争啊 刚刚毅勇问的一个很重要 到底阿扁 很多人都说阿扁 第一个最近可能关了 要准备放罪 第二个钱汇回来 那到底要汇多少钱 因为我们刚刚说汇多少 胡大哥提供一个嘛 二十八十对不对 要汇多少钱回来 我不知道阿 不知道阿 那我觉得陈水扁可以很坦率的说 在海外有多少钱 你就把它汇回来嘛 再来检验嘛 我想这是最基本态度 其实我要对所有支持陈水扁 或者民进党的朋友讲 吻用邱吉尔的话 能要面对现实 不然就现实面对你 今天是整个现实面对你民进党 把你压缩了嘛 一年前 蔡英文当主席的时候 民调是在前面的 今天她在最后面 跟陈水扁没有差多少 为什么 就是没有面对现实的后果 很严重 我还是讲态度 问题不在大小 关键在态度 所以不是前多少问题 态度 坦率的态度 坦然的态度 毕竟啊 陈水扁是卸任总统 他只要关在建立一天 就是问题 举世皆难 我讲一个人 大家一定忘掉了 罗里耶加巴拿马总统 大家忘掉 他不是关在巴拿马 他关在美国佛罗里达建立 所以大家忘掉了 所以只要陈水扁关在台湾一天 就像全躲犯卢太宜 关在韩国一天 问题就在那里 都是要面对要解决的 但是有前提嘛 不是说你要交保要交保 要释放就释放 台湾是一个法治国家 陈水扁的认罪是个最重 最重大的前提嘛 第二个是 程序走完也是重大前提吧 这两个前提走完了 还要考量 政治考量是有考量的氛围啊 福特总统给尼克森特赦 福特自己垮了 美国人没有准备好啊 金永山给卢太宜权等会特赦 实际成熟了 所以这几个要件 还要考量时代的氛围 所以这几个程序不走的话 继续在陈水扁这个 如果拟找缴获的话 损失的不是民进党 整个台湾社会 你看 我们到现在政党轮替 一年多以后 还在缴获这个问题啊 大家都在拟找 媒体在拟找缴获 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代价 是非常非常大的 陈水扁 我的研判 他是没有钱会回来的 什么什么 我的研判 他一定说他没有钱会回来 那时候 那时候要求他交保 是要求他要撤销鸡 他是无保释放的呢 因为说要交中保 说陈水扁没钱 记得不记得 陈水扁说他交中保 有命一条 有命一条 要钱没有 要钱没有 没钱 然后陈水扁 上次有没有讲说 扁半 扁半是连 花钱都有问题的 所以有卖珠宝 要凑现金的 对 不 很多消息是在告诉你说 陈水扁是没有钱的 他现在呢 会不回来的钱 7亿都还有5.7亿 那个是被冻结的 他也因为司法复制 没有办法会回来 除此之外 你们有谁听说陈水扁 有说他海外有资产 澳洲澳洲没有 日本日本没有 美国什么超市 通通没有 陈水扁没有钱 你叫他怎么汇回来 要汇回来被冻结 那要汇什么钱 回来才够 你告诉我 好到底要汇多少钱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们再找谁 还要更一步深入的讨论